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的反弹都是指老虎 是吧 短暂的一个反弹并不会持续很久啊 依旧是继续去跌下来 是吧 那么最近的行情的话 都是在这个3万亿到一个2万9千美金附近进行一个证的一个情况啊 没有去走出这样的一个行情啊 那么一切的一个反弹都是一个指老虎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有很多的一个利好消息啊 什么啊 什么很多人都争持这个比特币啊 尽管他自己很多人在抛售过程当中啊 都是出这些烂新闻 是吧 一直利好比特币 但是它的价格始终就是上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的话这个市场当中的话是 啊 逐渐是进入一个损失当中的话啊 很多人都是在抛售啊 抛售这个比特币啊 说导致它的一个价格的话啊 一直是反弹之后啊 出现一个出货的一个情况啊 是吧 反弹之后出货 反弹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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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 一天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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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跌的一个行情 是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日线啊 日可以这里是吧 阳线阴线阳线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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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 非常容易被打到一个止损的位置的 而且的话它是非常精准的一个打压的是吧 这样的行情出现这样的行情以后 那么接下来一个操作非常明确啊 是吧 既然它上不去 我们就顺利他妈的空啊 啊 空到它裤子都没有去啊 我教它怎么去空啊 啊 怎么在哪个位置去空啊 比较好呢 啊 这样极端的行情就要利用到我们的裸开线是吧 裸开线是最好用的什么 就是裸光啊 脱光衣服 就裸啊 是吧 就是化线啊 单纯的化线就可以去掌握这一切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上方的一个近期的一个两角的一个价格上方在一个31300美金主要水平 是吧 这个位置始终没有突破 为什么没有突破 因为很多人在上方抛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上方那个量能 是吧 你看这样的飞机出现什么 几根的一个放量出货啊 是吧 这三根你看 啊 放到他们啊 心里面去了 就加到心里面去了 你看 是吧 这一波啊 你可以去看得到啊 看得到啊 那么接上来的话 这样的一个行情非常好操作是吧 啊 第一波下方的这些白线线就空它是吧 空它啊 空它对啊 28500美金空它 绝对要空它 不空它的话啊 你是赚不到钱的啊 是吧 空它啊 只赢在一个26000多美金位置空啊 在这个位置 是吧 那么 即便它反而要突破这个31000多美金的位置也是要空啊 这个位置的话 是吧 既然它一直上不去的话 我们就空死了 是吧 在位置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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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一直空 空到1万多就啊 就开始做多了 反正现在的一个行情 我是不论它怎么谈啊 谈到即便它谈到一个35000美金之后啊 我还是要去长线去空它 是吧 这样的行情不空它不赚的话啊 这样的行情不空它不赚的话啊 这样的行情 你都不赚钱的话 你还想什么时候赚钱 是吧 有很多朋友说 啊 怂是杀爹赚不到钱 那是因为你不会做空是什么嘛 根据我们的空军司令人演 是吧 一切的空头都来源 索罗斯都说过啊 一切的空头都是我做的 是吧 索罗斯做空整个亚洲 索罗斯做空啊 这个 啊 这个 啊 泰国的泰族 是吧 都是要做空 是吧 作为一个啊 大桌手一定要去学会去做空 是吧 如果你不会去做空的话啊 在这个 索罗斯当中的话 你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是吧 在 索罗斯当中的话 你买点现货 你赚赚钱 是吧 但是在 索罗斯当中的话 你一定要去学会一个反手进行操作 是吧 什么空到底 是吧 空到内裤空去 是吧 那么 如果你空上来的话 利用可能就是几倍啊 是吧 比 索罗斯还多 所以说现在那个行情的话非常明确 是吧 第一步 下方的位置继续空它啊 没有太大问题 那么四条级别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算什么 整齐吧 这行情整齐吧 反弹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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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谁受得了啊?你敢开单吗? 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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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行情你什么都会震荡的行情 说实话你去开合约的话 很容易去产生亏损的情况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做长线的话 长单子去空它的话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你去做合约 今天多明天空 今天多明天空这样的行情的话 最容易达到止损 所以大家不要去开单 突破这个位置再去开单 或者跌过三万位置去家庭去做空 空死它是吧 这一切空头都是非常猛的 那么我们希望它的一个价格 是能够回到1万多美金的一个位置的 我们去期待这个位置出现 然后就进行一波的一个买入 具体哪个位置1万多 在1万级 那么我会在精准的一个会员区里面进行指导 当时啊 我们怎么在抄底比特币的啊 比特币在5800美金抄底的上运动 是吧 突突涨了有8倍啊 8倍的一个情况是吧 比特币涨了8倍那一波啊 那么以太坊的话 我们是在一个170美金买入的 那么它涨到一个4万7 是吧 涨了差不多20多倍是吧 接近30倍的一个情况啊 28倍啊 说说 在更生我们的一个操作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 你要去 如果你的资产有个200万美金啊 300万美金啊 甚至啊 比较少的一些资金啊 300万嘛 已经都是可以进行操作是吧 那些小资金啊 300万美金是非常小的一个资金在我们这里 我觉得啊 啊 如果你有个1500万美金的话啊 我觉得啊 不错啊 啊 可以去胖一胖啊 去 组织一下怎么去 操作一些啊 一些小币种啊 让它去 上断头台啊 是吧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说到这里 大家如果也喜欢狼眼的频道 那么欢迎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